我愛翻尋味 我愛翻尋味 鏡頭帶你居住 安美食為懷身中 一開心一人都希望 開心一群人即刻到 我愛翻尋味 食到漂亮漂亮 好,我愛翻尋味 一人都兩人來 好帥 很多大象 是整排的機車 最壞,我們今天來到哪裡 今天我們來到萬六湖的七月民宿 我身邊這位是民宿主石大哥 石大哥好 歡迎大家來到七月民宿 石大哥很喜歡機車風和水上活動 他打造了這個民宿 後面最近的民宿是工業風格 裡面有甚麼特色 我們稍後再看 因為石大哥說帶我們出去威風一下 我現在帶你們去跑山 好,又要戴頭盔 又要出去威風,我們出發了 出發了 又要去跑山 tribe Tamay,這裡很漂亮 你看 這裡就是萬六湖的源頭之一 一塊布 鳥溪 那邊是石老魔的 我讓你過去看看 好 這裡是九年山蜜 這裡的山裡面有很多藥材 大哥,我看到水很清澈 對,這些山水… 有,這些山蚊多了 只要你肯收拾,一天收拾十多斤也有 這些是山蚊 山蚊,它爬出來… 爬出來找吃 爬出來嗎? 對 找吃 教師,你撿動一下,我比較害怕 很冷,水很冷 很涼爽,很涼爽 這裡山蚊… 這裡有很多 撿山蚊,今晚給你吃 真棒,今晚可以做山蚊 廣東喜歡吃乳酥炒山蚊 對,這裡有紫蘇、千層塔 也有,一山道 有很多香料 這裡的蘿蚊會特別清甜嗎 很甜,很爽甜,特別爽 吃山泉水大的山蚊 我們今晚吃它 周圍 是 剛才師傅已經幫我把蘿蚊 剪掉了味道 我們現在要做甚麼菜 用竹筒來烤蘿 你試過嗎 我第一次聽 很棒 對,要把材料放進竹筒的時候 這是絲瓜 這個蘿蚊要先調味 對 紫蘇… 這個是蒸水 之後三湯匙 油也不用多怕油 下面有青菜,會吸少許油 拌一下,拌入味道後 才放進竹筒去 蘿蚊比較容易熟 是 大概放在炭果上面烤 20多分鐘 差不多了 很期待 就是今晚的菜 好,我們等它20分鐘後 可以開吃了 我們會不會吃到 我們會不會吃到 我們會吃吧 我們會吃到 坐吧 我們會吃到 吃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次准备吃 牛肉的骨头 起来我们跟店骨头 吃起来 咖喱 优独野菜 有些肉 很香 放进去 骨头 这个骨头 而且骨头 这个骨头 去骨头 而它 我們最需要得到的就是人與自然的融合 在這裡我們不要去污染環境 我們帶來的所有東西都要帶走 城市人需要在民宿得到的東西 就不是我們要做到多高級的服務 是要讓他們享受到大自然 這隻大哥他還很喜歡跟朋友一起去玩 比如說民宿的客人 他會帶他去叢林處越和騎蛙艇等 好興奮,在飯堂身下眼翅 我要過來這裡聖放 你可以跟朋友、同事、家人 一起過來這邊度假 擁抱這個大自然 請幫我們出發 起床樓了,出發了… 很想擁抱大海 舒服 你看馬路湖的水,多漂亮 可以做山泉水 然後用來沖咖啡、沖茶 很好喝 心放神怡 住在民宿,還有提供一些皮滑艇 有教練的指引客 可以在湖水上自己滑 可以做得到 你要試一下嗎 好… 金檸刺激,上船 好,我們出發 加油… 進圍,你很厲害 加油… 我們是雞手臘腳 好玩嗎 很有趣 你害怕嗎 我有點害怕 你們懂得游泳嗎 我… 不想游 不想游 我們回來了 很好玩 好玩 還不是很厲害 他一個人撐起了整條船 你真的很厲害 你們很聰明 這裡的山,這些毛竹 最適合是現在吃的 好… 兩枝毛竹筍,在這裡嗎 這個蚊豬肉很棒 炒花腩很棒 你很英勇 很棒 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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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枝就給我了 這個很重 好,我先幫你盒子 好… 好 這枝很大 是嗎 麻竹筍,這麼小就對了 那些長得這麼大 那些就老了 老了之後,粥就會這樣 你看,都會扯下來 然後會生一些新的筍 你看 不用客氣 還有一枝 謝謝晉慧 晉慧,我帶了一枝粥筍過來 我已經切好了 你怎麼這麼快 哪有這麼多的呢 那我們現在做甚麼 現在做粥筒飯了 我已經泡好了 泡過五、六個小時 而且我放了臘腸和臘肉來調味 而且剛才我們買了冬菇 冬菇 我們把味道均勻地撲起來 對,謝謝你 泡在上面 泡在上面 因為煮熟後會膨脹 大約是三分之一 或者二分之一 最好 那些筍就是剛才那些筍 就自己切了 就是這樣嗎 對… 那些筍我們是泡在尾上 為甚麼呢 因為筍是沒有味道 尾又沒有味道 我們是打底 打底 對,待會那些臘腸、臘肉 還有一些豉油在上面 軟的味道 那些肉的味道就會濕透下去 濕透下去 對,好 這是文梳這邊的特色 味道 冬菇粒也是沒有放任何調味料 沒有放的 然後也是放在底部 吸收味道 吸收味道 臘腸和臘肉 臘肉的話 就跟臘腸隔著… 均勻地放在上面 你會覺得很好看 對,就是這樣 自由的日氣 等我們敲得差不多的時候 半熟的時候 才加少許淋上去 太早加的話 它會黏住飯和竹筒 然後焦了 對,好感就沒那麼好 先蓋上蓋子 先蓋上蓋子 好,拿蓋子 這樣放進去 對 那張燒蛋要燒多久 大概30至40分鐘 要看竹筒的大小 對 謝謝 謝謝 吃這個竹筒飯 就要幾樣東西一起吃 口有複雜的口感 層次很分明 臘肉臘腸 就是我們這裡的村民 自己生光的 冬菇 你們就知道 這裡遠近幾百公里 這裡的冬菇就最漂亮了 對 有些鮮筍又剛剛摘回來 對,我們親手摘回來 對 吃完後 那個複雜的口感 你到時候也想回來吃 讓我試試第一口 要三、四樣東西 一起吃 對,我真的要三、四樣東西 一起吃 即是臘肉、冬菇 筍再加上飯 一起吃 有複雜的口感 很香 很香 層次的融合 將鴨肉的香味 和冬菇的鮮味 配合在一起 而且它是用竹筒 去燒 所以裡面有夾雜的清香 竹的清香 所以很香 竹筍是我們自己斬回來的 肯定美味 再加上剛才我和你一起去採購的香菇 是嗎 對,全部配在裡面 很棒 那些香菇是很濃的香菇的香味 對 現在很難吃到這種香菇 外面 這些是正式用原木來生曬的 它不是用菌種來生曬 這些原木生曬的食冬菇 現在真的很難吃到 外外翻尋味,吃得漂亮 很漂亮 來到萬六湖邊 當然要坐船游一下萬六湖 看看這裡的風景 很漂亮… 很大 所以我們有甚麼海島 當然 你看看水域面積多大 這裡的風景這麼漂亮 它有甚麼歷史 以前這邊有很多原住歸民 在1958年的時候興建水庫 才將這些水儲蓄起來 現在又叫萬六湖風景區 它的面積有1600平方千米 所以你看下去好像大海一樣 那你游幾天也不用? 對,而且水裡有個水中的紅貓 叫做桃花瑞帽 這是甚麼 就是淡水水母 真的有水母嗎 對,水質非常好的地方 才可以生存 對 那這裡下面有很多魚 當然 以前這裡有三百多斤的魚 三百多斤是甚麼意思呢 如果我是80斤的話 即是有四個… 對,四個我們 不過我們是100斤 即是好像… 我覺得我應該是80斤的 待會我們又要繼續 帶我們多吃點東西,好嗎 好,三百多斤的魚 我們吃不完 十多斤應該可以吧 我聽過老闆說 有幾斤的至十多斤的 任我們選擇 好,好 老闆,這裡是我們江浩帆 江浩帆,你好 江浩帆,你好 這裡有蟲鱼,帶頭 蟲鱼,帶頭 蟲鱼,帶頭魚 蟲鱼,桂花,花雕 那邊有筍鱼鱼 筍鱼鱼,有筍鱼鱼 有筍鱼鱼,有筍鱼鱼 有筍鱼,花雕 好,我們今天不要吃小 不如我們吃特色 最大的… 可以 這麼大的魚,怎麼煮 這條大頭可以做白味 白味… 很期待 一魚三食,我看到很多 但一魚白味,我真的在前面 真的 這條魚有多少斤 這條應該是14、5斤 14、5斤? 14斤 14、5斤算是最大的 兩三百斤最大的 兩三百斤 兩三百斤 有 這條十多斤,我都不知道怎樣 心出,他會生氣 老闆,不用跟你出馬 可以,這個梳機… 我再試一下 這個梳機,來,給你打 好 有些緊張是他的搏鬥 來吧,我來吧… 1、2、3 是這樣的… 我… 天啊 很傷眼 搞不定,拿水給你 我真的交給你了 我交給你了… 好 一魚白色,終於有得吃了 很棒 謝謝你 我們來試一口湯 好 這個是白色的 對,用甚麼做的湯 這個是底頭的骨 乳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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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有些蘿蔔絲 加一點蘿蔔絲 蘿蔔絲 蘿蔔絲 還有我們經常用的芫荽 在裡面 我覺得這是很家常的做法 是 我們先試一口湯 這個萬六湖的湖鮮 是否特別鮮甜一點 當然 因為這些是天然的耳環 所以味道也不一樣 但大概有幾年 這些魚…十多斤的魚 應該是六年左右 收了六年才打撈上來 去做一頓的魚吃 非常棒 我不客氣了 喝完碗湯 我打算試第二樣菜 好 你面前的五顏六色是甚麼 魚雜包 魚雜包 師傅,可以說一下這個做法嗎 加一點醬油 順味、小味辣 加些薑片 加一些青紅辣椒 就是這麼簡單 我看到裡面有魚皮 還有魚粥 還有魚籽 還有它加了一點辣椒 這樣去調一下尾 是 魚皮很厚 對 我第一次吃魚皮很厚 很新鮮 還有魚皮 也很有膠原蛋白的感覺 對 但魚皮比較爽 比較爽 對 而且真的很厚 魚皮也可以這麼厚 最有趣的是 你咬的時候 還能吃到魚子的粒粒的好感 很香 很香 你試試看 它的口感是很豐富 脆 一吃下去就… 一口下去的感覺是很爽的 很香 很香 很軟味 而且它沒有甚麼腥味 很神奇 對 因為它下的材料都可以披掉 這聲音 我愛翻尋味 吃得漂亮 漂亮 萬六湖跟當地人的生活 息息相關 光老闆 你為甚麼會對萬六湖 這麼有情感 我都在這裡土生土壯 而且還留守萬六湖 差不多50年 每位萬六湖邊的居民 對萬六湖都有著一份 獨特的情感 好嗎 我的病的ec coment 你為什麼いつ Moon 小小 Здесь 你無法改善 你的祥四湖 五湖 你再去 然後